宰宰 宰宰 你真的是我的宰宰 嗯 是我 DNA结果多天后 终于出来了 她与张立春的亲子鉴定结果为99.9% 1991年 盼盼已经长成了别人口中的妙龄圣 盼盼 刚从教室门走出来 盼盼就看到她五哥哥洋洋那憨憨的模样朝她跑来 都说了不用你过来 怎么又来了 怎么 我还不能来找你了 考得怎么样 题目难吗 难也难不倒我 今天是学校期末考试 两人都读高二 洋洋学的文科 盼盼学的理科 行 难不倒你就好 想必你这次也是咱们学校 甚至是全生理科最高分的人了 想那么多干嘛 我考我的 是不是最高分不重要 也是 我妹妹最厉害了 随后 杨洋拉着妹妹的手 走 咱们回家 哥哥这次攒了不少钱 等会给你买好吃的 哥哥 这是谁的车 不知道 好像不是咱们家的 不过 看着有点眼熟呢 两人正好奇着 母亲刘月从外面走了出来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快进来 家里来客人了 远迷书 军神 杨洋也连忙喊了句 远迷书 军神 两人正是村子的村长 和村长媳妇 盼盼和杨洋都长这么大了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可不是吗 也就一年多没见吧 突然就长这么高了 盼盼越长大越漂亮了 杨洋也是 俊朗得很啊 嫂子 钟哥 你们有福了 唉 什么呀 两个孩子正是气人的时候呢 妈妈 你说什么呢 盼盼什么时候气你了 明明是杨洋哥哥气得多好吧 盼盼你个老六 盼盼你没气妈妈 倒是没少气我 妈 你看盼盼总欺负我 你活该 谁让你欺负盼盼了 好了 先别闹了 那么大个人了 医院民书和军神还在 还在妈妈面前撒娇呢 不要 就撒娇 妈妈 哥哥不要脸 在城中的带领下 村长还有阿长等人的管理下 他们村子是整个县里 发家致富最快的一个村子 没有钟哥你带领大家 我们估计还在那个村子苦哈呢 别这么说 是大家同心合力的结果 跟我城中有多少关系啊 最主要的 还是你这村长 和阿长副村长的管理下 村子才那么好的 可别夸我 我会骄傲的 说起村子的事情 这个时间也太成熟了吧 你个老六 整天就顾着吃 杨阳正想狡辩 刘月台首阻止道 你是不是想说是老五不是老六 此老六非比老六 杨阳一脸干大龙在哪 这个时候 是该到吃荔枝的时间了 去年这回都吃上了 说起荔枝 盼盼也馋了 我也是好久没吃荔枝了 特别是荔枝干 我想吃甜甜的 跟蜂蜜一样的荔枝干 那咱们回去摘吧 正好我会开车了 你就算了吧 开得还没你妹妹稳呢 城里的路你开开就算了 村里那边不是水泥路 你带着盼盼 我不放心 村长 我也好几年 也没正经回去过一次 正好今年很多工作 交代给下面的人了 我和阿月也算乐了个清闲 等过两天 我们回去住两天 这好啊 荔枝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之前我还帮你们看过 山里荔枝结了不少 上面还有教咱们 怎么推药宝果 我也让人去喷过了 我虽然没去 但是听说结了不少呢 那就好 辛苦你们了 另外 我也打算回去看看 咱们孤爷爷 这几年忙着工作 我都好久没去探望他了 行啊 正好带上我们盼盼 嗯 我要去 我也好久没见孤太爷爷了 我也去 我也去 行行行 都去 这变化都挺大的 高楼大厦多了不少 还有好几栋 这变化都挺好 你们用筹伏了钱 我还是先去 我觉得没事 要先多电话 筏股人 没诏图 我早就做到 你这一根切 都帮助了 我们是住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啊,就是我妹妹盼盼啊 那不一样的,你对盼盼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喜欢,是亲情的,但是对其他女孩子,那是爱情上的 爱情?什么是爱情? 看得出来,你还没有喜欢的女孩子,所以你不知道喜欢一个人那种心情 喜欢?有什么好喜欢的? 我感觉我们班的女孩子都傻傻的,一道简单的题目都读不懂,喜欢不了,喜欢不了,所以你还不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像羊羊哥哥这种人,哪里知道喜欢呀?整天只知道玩,踢球,吃零食,睡觉 我不想喜欢别的女孩子,盼盼你也不许搞对象,不然我打断那个人的腿,再把你关在家里,知道了吗? 好好,我知道了 三人又说了一些关于喜欢人的讨论,大部分是刚子在传授,盼盼偶尔说两句,羊羊像的愣头青,听得一愣一愣的 而就在这时候,盼盼突然感觉掌心一热